新书快报 平凡的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顶尖高手呢? 别人又是如何成为顶尖高手的吗? 是靠天赋还是靠练习呢? 新书快报为您介绍一本改版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练习的力量 这本书呢其实它原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一万个小时的神奇威力 为您介绍这本练习的力量 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的企划卢佩如 佩如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书名叫练习的力量 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像小学的时候 要教大家情能补着的那种书 可是不是它写得非常的生动有趣 很多很多的例子在告诉我们练习这件事情 而且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跟场景里头 讲到像是那种灵媒的书一样 就是说讲到说人 尤其是那种专业人士 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和时间里头 他会有所谓的超感官知觉 这什么意思 是第六感吗 其实就是主持人讲的没错 他就是我们俗称的第六感 但其实这个作者 他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解释着第六感 那我这边举一个故事 就是说在美国的有一个消防队队长 他们接到一个举报 他们就是去灭火了 那这个队长到了现场 火场一看全队都进去 他觉得这个火场有一个说不出来的 很奇怪很奇妙的感觉 那他当下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他就要求大家全部撤退到外头来看 结果呢 他们才一走出去那个火场 那个火场的地板 整个就是瞬间的塌陷了 那原本几秒钟前 他们才站的那个地板呢 现在已经陷入一片火海 那大家非常觉得非常的惊奇 他说哇你怎么判断 到底从哪里看出来 这个火场是不对劲 然后拯救了大家的命的 那其实那个队长他就说我就不知道 我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 那就是所谓的第六感 那后来有些心理学家去解析之后 才发现说 其实当一个专业的人士 他们因为受过非常非常的专业训练 他们在现场一看 他们可能有眼睛看 用鼻子闻 然后用非常多的感官去感觉 那他们因为太多的训练 然后是要太多太复杂了 他们没有办法一下的说出来 那只是说他们用一个 比较直觉性的去判断 那是当下的一个直觉的决定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第六感 这样子 这个第六感 它的来源 您刚刚也大概讲了一下 其实平常他们就有在感知跟记忆 其实也算是练习的过程 只是我们不叫他叫练习吧 就是只要你练习的够多 然后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些经验的考量 那其实你的 当我们接受一些讯息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的每一个感官都在运作 都在帮都要协助你做这样子的判断 只是那个讯息可能一下子来的太多 你没有办法马上说出这是从何而来的感觉 有些人他说我不觉得我有练习 可是实际上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头 他早就已经做了 那我想他的练习的含义就比我们常常想的不太一样 在谈到这本练习的力量我想也要介绍这个作者 这作者本身很特别 因为他不是我们想象中什么气管或者什么心灵立志书的那种作者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曾经是专业的体育选手 能不能谈他这样的经历跟这本书的关系呢 那我觉得这本书来写就告诉我们何谓叫练习的力量 我觉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因为这个作者他叫做马修施雅德 他其实是英国人 那他从小呢就是很有趣 他就是接受了一些乒乓球的一个训练 那从小跟他哥哥就是非常的爱打乒乓球 那以至于到最后他是成为两届奥运的国手 就代表英国去奥运参加就是乒乓球 就桌球的比赛的 他等于他写这本书 他也就是在剖析类似有点是他的自传 他去剖析说 为什么我今天会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我就是我遇到怎么样的机遇吗 然后我的乒乓球可以打得如此之好 那这本书也是他就是他后来就是 没有打乒乓球之后去当提摊的一个记者 他也拿到非常多就是提摊很棒的一些记者的奖项 所以以他来去讲这本书 告诉我们叫何谓是练习的力量来说 以他自身的经历跟他的文笔 资精彩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又很有说服力 是他讲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看到他的故事里头也有讲到后面有一章是讲说 他其实也会有卡住的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运动员要怎么样这样脱离这种卡住的情形 还有这背后的原理都讲的还蛮清楚的 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那时候所谓的卡住是他在2000年的时候去参加学历奥运 他那时候是桌球的国手 然后代表英国去做 就是去打乒乓球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他当上场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他眼睛就是好像都转不开 然后手收束的很僵硬 然后听着就是现场的那种就是呐喊加油的声 他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 他冷汗直流 那他原本跟他对打的选手其实排名是输他的 世界排名是输他的 他包括他跟他的教练在事前都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拿分的一个一个比据 但是他却在24比8就这种惨败的数字下 就是败下阵来了 那他到了回到现场之后 他就是很懊恼的抱住头 一直猛想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他的教练就跟他说很简单 你就是卡住了 这卡住了其实他是要阐述说 运动员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在这种练习或者是竞争压力很大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某个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得知心太重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但是我想要拉回来到这本练习力量的第一章 因为他第一章是最大的章节 而且里面讲到说该如何练习怎么练习 练习他的背后的原理 其实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说 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挫折感 我明明立了志要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磨练到好 可是就是觉得好像别人为什么很轻松就做到 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 讲说我们要该怎么练习 那要怎么样去让我的练习有效果呢 首先他举了非常多的体育的一些世界的冠军的例子 那我这边简单举两个好了 就是一个是大小威廉斯就是体坛女子冠军这样子 那大家会觉得说哇就大威廉斯跟小威廉斯他们就是就是同一个爸爸妈妈 那他们是不是也许说黑人的基因就特别的会打网球 以至于说这姐妹俩都是这样子这么的强大 那这个作者他本身是体坛的记者嘛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料是第一手资料的 那他去剖析根去研究之后才发现说 大小威廉斯的父亲就是从小就很希望他的后代 他的子女们可以就是脱离贫穷 所以他在很小在大威廉斯在四岁 然后小威廉斯在三岁的时候 他就决定说我要让我的女儿就是日后成为网球女子冠军 那一旦他下了这个决心之后 他就是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在这边 包括说长得最好的教练 然后包括说从很小的时候就亲身的去带着他的女儿 两个女儿去练习 他们是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去整个投入在这个网球的练习当中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教育跟环境 简而言之是一个环境给一个世界冠军的一个训练 那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动机 那我们这边是本书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老虎兹 那老虎兹他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高尔夫球的 他是世界第一的冠军 那他的爸爸不断不断的用很多方式去训练老虎兹 那老虎兹本身也非常非常爱打高尔夫球 他的动机强烈到是说他可以自我激励 而且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可以就是让自己就是从那个挫败感当中很快的复原 那他从他在小时候甚至是央求他爸爸说 拜托拜托我想要再多打多打一点高尔夫球可以吗 哇这么强烈的动机 其实应该也要有一些远大的目标或眼光 你刚刚讲过说他其实是有设定好想法的 我在这本书里头看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如果你不是那个卓越的人 而是你想要培养卓越的小孩的时候 他其实里面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让小孩在学习的时候自己觉得那是有趣的事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有趣的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他其实想要介绍的就是现在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自胜心态 那他介绍了两种心态 一种就是定型的心态 一种就是成长心态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学会任何东西 只要我肯练习的话 你就是拥有成长心态 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 我很笨或者是我没有天赋 然后反正我就是数学不好 然后反正我就是不会写文章 如果是这样子已经还没有尝试就给自己去定型的话 那就是定型的心态 那当一个孩子他得到一个好成绩 比如说他可能考了一个99分的分数的时候 你应该要称赞他是你很努力 而不是说你很聪明 有差别 对对对 如果说你很聪明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也许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说 啊我真的很聪明 那也许他就会觉得 哦那反正就是我聪明 所以我就不需要努力 那可能我下次随便考 然后我说临时报个佛奖 我一样可以考到好分数 他就会认为说 努力是好像是笨蛋才会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讲到练习的力量 他里面就强调这个 如果一直让人家觉得是因为天赋 他可能就不会想要再挑战新的事物 就不愿意改变了 对对 一旦他得到一个坏成绩 他就觉得说 啊那我就是不够 我就是不够聪明 所以我才会得到坏成绩 那我只要不要再去尝试新的东西 我就会一直是所谓的好成绩 或者是聪明的孩子 那他就会去限制住自己 然后他不愿意让自己去尝试新的事物 他这本书的作者 在这边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受用的 是这是练习的力量这本书 他其实有三个部分的章节 第一部分花很多时间来讲 练习的力量各种原理 还有他所采访到了一些名人 他们到底心态上是怎么样 那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你如何在已经变成顶尖的时候 要维持那个状态 他其中讲到说 他自己不是练乒乓球的吗 他有一个中国教练 给了他一个功课 那功课让他能够持续的 可以注意到他自己的表现 讲到说怎么打那个球 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故事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自己本身是桌球的冠军 然后他也拿到世界排名还蛮前面 我记得好像大概第三还是第五的 那他后来不太满意他的成绩 他知道说中国的选手是更会打乒乓球 所以他请了一个中国人当做他的教练 那这边我们想要讲 讲的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说是刻意练习 那其实这本书在市面上也卖得非常的好 那他讲到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的话呢 你有长时间练习还不够 你还要有目的 有方法的练习 所以他找来这个中国的一个教练来训练他 就是让他就是在乒乓球桌上用不同的速度 也许是快也许是慢 或者是更快 或者是跟那个乒乓球桌上不同的角度 他会拿就是100颗乒乓球放在就是篮子里面 然后那个教练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快速发球 发给他打 对 那其实他自己觉得说 他在这样子的强度 然后在这样子的有方法的练习之下 那一阵子他的乒乓球的技巧是进步的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这边也提到说 当然你要有很长时间练习 那当然但是你练习的方法也是要对的 而且是要有一个一个技术好的人 然后去给你很好的回馈 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对的 然后你那样做也许是要再改进的 这样子你进步的才会是快速 是我们今天其实略微提到说 练习的力量几个例子 跟他的一些指导原则 可是这本书其实非常的丰富 他提供了更多的一些详细的细节 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需要从现在看这本书开始 然后愿意做 我想才有可能往成功的方向 或卓越的方向迈进 今天非常谢谢远流出版的计划 卢佩儒来为我们介绍这本练习的力量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 新书快报 안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